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谭阳郡龙面月昔里的秋月山 有谭阳郡三大寺庙之一的菩提庵 菩提庵是全罗南道的文化财产 这里也是金德岭将军的夫人 新阳理事的训捷处 据传 菩提庵是高丽神宗时期的普照国师芝那建立的 法堂里有朝鲜宿宗二十年写的菩提庵重修记 通过这个史料可以推出菩提庵的创建内容 芝那住在这一山 山无助安时 放飞了自己雕刻的三只木鹰 不过其中一只没过多久就掉了下来 嗯 那里肯定是有灵气的地方 应该适合建立寺庙 菩提庵就是在那个有灵气的地方建起来的 是有名的祈祷修道之地 菩提庵建存由法堂 大雄镇以及辽舍 规模比较大的法堂是1980年住持真空大师 受信徒庙月华 法界信等的帮助王宫的 法堂为正面五间 侧面两间的八字瓦顶 只带有复原的单层瓦屋 菩提庵因新阳李氏的训捷处而有名 新阳李氏是人臣窝乱时期 义兵将帅金德领将军的夫人 征博义兵将帅夫人 被窝军一路追赶的新阳李氏到了菩提庵下的绝壁 已无路可走 瘦辱而死 还不如跳下山崖 将军 就这样 新阳李氏跳崖自尽了 宪宗六年 即1840年 檀阳府使赵彻英在岩石上写了缅怀新阳李氏迅捷的碑文 银壁上的金钟状公 德领夫人新阳李氏万历丁友 骂谈阳秋月山 窝贼迅捷处 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丁友在乱时 菩提庵被烧毁后 远祖四十年由神赞禅师重修 1650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重修 菩提庵是大汉佛教曹西宗第十八教区白阳寺的墨寺 菩提庵的所在地秋月山 如同名字一般 枫叶特别多 因此秋天的秋月山是最美丽的 而且在菩提庵可以眺望台阳湖的淡淡绿色 因此很受东山客们的爱戴 欢迎您前来台阳的秋月山菩提庵旅游观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